今天對我們操心社區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天 從2012年我們社區開始跟台大對話以來 到今天終於能夠正式簽署正式的合作一項書 今天的記者會就是由我們代表居民的紹興權益促進會 跟台大正式簽署合作一項書並啟動正式合作 我們紹興社區是在仁愛路跟紹興南街口 現在大約有80戶 我們大概是四五十年前左右陸續在社區買了房子 有些人的父母是跟國民政府來台灣 有些鄰居是中南部上來討生活的 房子是我們買的 但土地是台大的 我們是2011年被台大提告 經過兩年多的抗爭 才終於能跟台大坐下來談 我們社區在這邊校地開發完成之後 會用租用的方式入住基地上的實驗住宅 今年八月我們也要開始搬遷到市政府在南港的中繼住宅 讓台大可以開始開發 其實紹興這個案子一路走來 它真是一個公辦都更 然後能夠兼顧到照顧在當地居住的這些居民的 怎麼維護他們的居住權 我們希望變成一個很好的例子 讓以後我們在我們的社會 或者我們國家要做這樣的事情 可以兼顧到清理華也兼顧到我們落實當地居民的照顧 也真正能夠落實聯合國兩公約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今天的記者會想要說明的事情是想告訴社會大眾跟政府 在地居民的居住權跟土地開發是有可能並存的 紹興社區和台灣大學協商的方向就是希望可以兼顧兩者 為台灣國有土地開發立下第一個兼顧居住權的案例 對我們來說居住權是基本人權的重要環節 因為要讓人們有棄生之所 才可能談好好的工作與生活 也才可能有尊嚴的活著 這對老人小孩乃至於壯年人來說都是如此 一直以來我們想要談的就是這麼一個基本的事情 然而台灣目前的法律嚴重欠缺居住權的內涵 幾乎所有的法律都把土地當成身材空拒 住在上面許久的居民 卻被當成可以任意移動甚至置之不理的物品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政府告人民 這麼多要大家拆屋還地的法律案件 其實依照兩公約施刑法 金色文公約第十一條牌的居住權 已經是台灣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可惜在台灣一直沒有好好落實 所以我們也想要藉此機會告訴其他政府機關 跟在地住民好好的溝通討論 是有可能可以有解的 當然也希望以我們的例子 可以讓政府機關賣大步伐 從法律面直接實踐居住權 在地住民內 接近兩居住民 地板人 人們能不能有在行動 正在地住民之間 所以這個無論如何 感谢观看